怎麼做出來的 然後它當然執行之後的話 可以自動向下拉 有這些選項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 將來會做出一個啟動表單 按一下它就把這個給秀出來 這個表單的名稱我們叫做Home 所以將來那個按鈕按下去就是Home.Show 它就秀出來了 所以這個表單怎麼製作 我想前面我們有做過類似的這個表單練習 然後再把這個重點跟各位提示一下 第一個按右鍵 右鍵之後如果你本來沒有表單的話 你可以插入一個什麼自訂表單 這個自訂表單裡面的話 當然就是幾個動作 不外乎就是快速的 假如你要製作一個表單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第一個你按右鍵 其實在任何地方按右鍵插入就有自訂表單 它會出現一個表單 那你可以決定它的大小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習慣是這樣的 製作一個表單的話 會從外而內 比如說我今天要設計出來 類似像這樣這個一個表單 然後它外面的名稱叫快速分類 然後再往裡面的話 就是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Label Label其實就是一個標籤 那再來這個就是下拉清單 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Button 所以一般是由外而內 由上而下把它設計出來 另外的話你的這個名稱分別就把它打上去 還有顏色看需不需要變更 做法上我快速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我先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所以這個裡面會有一個User Phone 1 請你把這個底下第一個要改的就是它的名稱 它的名稱的話在下方有個Nan 一般我習慣會把它改成Home 那你當然不一定叫Home 你可以叫其他名稱 不過我的習慣 這個就是主要的一個表單的話呢 我就叫Home 然後因為有一個一樣的 已經有一個Home了 所以我這邊的話我把它改成Home 2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我先把這個表單的名稱做變更了 第二個的話呢它的左上角這個名稱 比如說我叫做快速分類好了 這個地方叫快速分類範例 那這個快速分類範例的話呢 記得更改的部分是在Caption這個屬性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Caption的屬性 假設我這個地方 把這個Caption屬性把它做變更之後 把它做變更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 在這個的左上角 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表單的Caption 所以特別注意到這個Caption 那就會被變更了 OK 那接下來就是底色啦 底下的顏色 如果說你希望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像淺的黃色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你點這個 這一個表單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邊有很多屬性 屬性實際上就是它的外觀 外面長什麼樣子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它的背景顏色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淺一點的黃色的話 比如說改一下 有沒有淺一點的黃色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放一個Label 在這邊 然後把這個拖拉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在這邊改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地方 改成一個另外一個名稱 這個裡面的話 比如說請選取分類項目 比如說這幾個字對不對 另外的話這幾個字 我希望 底色改成深一點點的黃色 然後字改成什麼呢 紅色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這個也是它的屬性嘛 做法上第一個 先拖拉出一個標籤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在Caption屬性上面 打上什麼呢 請選取分類項目 不過它預設的字大概是9號字 那字太小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第一個字放大 那字怎麼放大呢 請你選擇Fone這邊 點它一下 記得它有一個小小的一個按鈕 在這邊 預設的9號 那如果你覺得太小的話 你可以把它變更大概14 按個確定看看 OK好大概14 如果你覺得不夠大 再放大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希望背景顏色 把它改成深一點點的黃色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邊 Background Color 這好像已經 預設已經改了 你可以再把它點一下 比如說我希望 再深一點點的黃色有沒有 Background 這個Back Color就改了 那另外呢 字的顏色 我希望怎麼樣 這個大小都可以調整 它有個屬性 那你可以從這邊調整 或者是從它的屬性裡面 有個叫什麼wise wise就是它的寬 另外有個屬性叫做high著 這個就是它的高 從這邊也可以變更 比如說你希望把這邊改成30 Enter 你會發現它的high變高了 18 18 又回來了 那底色的話 特別注意哪個屬性呢 它的底色就是從那個4Color 這邊也叫4Color 比如說我今天 至今變成什麼 變成紅色的話 有沒有變紅色了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一個標籤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標籤的Nan要不要更改呢 特別注意喔 其實因為這個標籤呢 它主要用途呢 只是要讓使用者知道說 這底下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不是那麼重要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再放個什麼下拉式清單 所以在底下 再拉一個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的名稱要叫什麼呢 我這邊好像有改啦 我這邊看一下 這邊改成叫什麼 CB01好了 我們也叫CB01 它預設的名稱叫什麼 叫ComboBox1啦 那有點 有的時候這個名稱太長 我把它改一下 CB01 Enter一下 那其他的話呢 有的時候可能把字可以放大一些些 因為如果你字沒放大的話 預設的字可能太小 一樣在這個屬性裡面 大概改成14好了 OK 那最後再加一個Button 這個Button的話呢 把它拉一下 那也許 它原來叫Command Button1 所以你可以把它的什麼呢 它的Caption屬性 把它改成確定 好了 所以你拉一個之後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屬性 一樣會有一個Caption 把它改成叫確定兩個字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這個字打上去 確定 OK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姿態小 一樣的方法 我把這個地方呢 在Form的地方 把它改成 大概也是14好了 OK 然後再來 顏色看你需要變更 比如說你BigColor 看你需要什麼顏色 我看也是一樣類似啦 可能深一點的黃色 那看要不要加紅色的字之類的 那就把這個地方稍微改一下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名稱我把它改成叫BTN01好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階段 就是表單的設計 那可是問題 現在你把它執行 上面有個執行嘛 它一樣可以 可以把它RUN起來 如果RUN起來的 如果你現在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 直接把這個 在表單的狀態 把它執行 它當然還是可以跳出來 只是現在下拉的時候 裡面應該是沒有東西 所以呢 第一階段請各位 先把這個表單 先稍微做一下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你要全新的一個檔案 裡面啊